為了疏解花蓮人 在春節訂不到火車票的問題 吉安鄉特別加開了四輛返鄉的 遊覽車 有需要的民眾可以多多利用 從十四號開始 儘管臺鐵對東部幹線 春節加克了八個班次的對號列車 縣府也緊急協調臺鐵 增開四列次的免費返鄉班車 但不少花蓮民眾 還是反映訂不到火車票 為了幫忙疏解花蓮 春節的返鄉人潮 吉安鄉公所特別安排 四輛的返鄉遊覽車 我們能夠到我們吉安鄉公所所提供 嶄新的遊覽車 我們會用最好的駕駛的技術 在各位鄉親返鄉 返鄉過完年之後 我們會再安排遊覽車 同樣在各位回去北部來上班 不過遊覽車沒有火車舒適 再加上要走蘇花公路 會不會擔心有安全上的危險 花蓮民眾無奈表示 只要能回家 一切隨意而安 而吉安鄉公所所提供的返鄉遊覽車 出發的時間是二月七號十六號 從花蓮北上 二月八號十七號 從臺北南下 搭車的地點是花蓮吉安火車站 和臺北中正紀念堂大中制政門 總共有四個班次 可以提供兩百多個位置 有需要的民眾可以在二月四號中午十二點以前 向花蓮吉安鄉公所登記 記者文家凱 萬聯報導